如果是全規模式,是很棒的 但偏偏要提到起飞和降落 其實殲-15有一個很大的限制 這限制不是先天的 因為殲-15和蘇-73都面對了一個問題 就是機器自己很強壯,但母親很虛弱 你這麼說話?人家不是虛弱,人家只是落口一點 我用體格來形容,就比較瘦削一點 所以母親給到機器的支援是很可笑的 如果我們以G級的航母去看 大家可以明白,航母最大的威力就是 它可以將機器的動力系統 盡量不需要依賴自身的動力系統 就已經可以彈射了上去 當然彈射的好處就是可以將很大的機器也彈射上去 所以艦載戰鬥機一定沒有問題 甚至乎你發覺燃料上的消耗也會消耗很多 大家都明白,如果你滑跳起飛 你要用到這個Afterburn 開盡去推它上去 那一刻大家都明白 所有物理現象 你從靜止去到動態 尤其是去到一個速度 那個燃料燃燒是很嚴重的 所以那些... 那些不是倒水的 是好像瀑布那樣的 用油 你開不到一分鐘的 你開不到一分鐘的 如果你開盡AB的話 我印象中一分鐘就用一噸 一分鐘就用一噸 波線10和AL31的分別 我不知道它在哪裡拿回來的消息 所以我不敢說這個消息是官方的 這個消息就... 大家分為聽就算了 它說為什麼國內是喜歡J11 就不喜歡J11B 很奇怪 你會發現J11有一個 就是當年俄羅斯授權中國審揚飛機有限公司去製造 審飛的時候 就做了大概70多架 60架還是70架 理論上應該做99架 做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中國自己說 我自己生產就變成J11 J11B的形式 A和B最大的分別就是 A是俄羅斯授權 B是國產授權 對不對 就是這樣 但原來呢 他們據說 他們解放軍內部 是喜歡A不喜歡B 就是A比較容易 反而 他們跟我們的理解是不同的 軍人是喜歡A 他們不喜歡B 他們是喜歡外國的東西 就不喜歡自己的東西 原因是為什麼呢 剛剛提到的問題 就是太航發動機的問題 太航發動機的問題就是窩線10 他們說窩線10和AL31 尤其是AL31F的分別在哪裡 他們的推力是有分別的 第一個是AL31是大一點的 那個是小一點 大多少呢 據說 大概多2000磅 多200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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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多於噸幾 噸幾 噸幾 嘩 差很多噸幾 噸幾 一噸 你當一噸 這個 這個講法 和國內的有些不同 國內是調轉的 國內是說 太航的磅 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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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開AB的時間 如果你是用AL31F 可以超過5秒 但是我問他 超過5秒即是多少秒 他說 不好意思 超過5秒是很少的一個數字 5秒是絕對不夠加速的 然後你問 Simon 這個好問題 為什麼要用5秒做單位 10秒不行嗎 假設如果可以開20秒 其實20秒都難 因為你基本上是倒水 你開20秒都足夠你做一些機動動作 30秒左右 你想想為什麼要大國5秒 原來就是我們國內的窩線10 就是剛剛開到5秒 哈哈 他只可以開5秒 再開就可能會爆發 為什麼比較用5秒做起票 你不可以說20秒 你這樣很噁心的 你這一集出街 會有很多憎恨的留言 在下面出現 他就是用5秒做起票 大陸就5秒 人家就多過5秒都不敢說多少 多過你就算了 國王你英俊嗎 國王英俊 香港先生英俊 他英俊你少少 不敢說多少 所以這個當然 是非官方證實的 可能我的朋友 在不同的渠道上 搜集的資料 就分析和我商量過 但是很有趣 你發覺國內的 裝備的位置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真的用自己的窩線系統 放進去 是有少許先天不足的 但是 殲15現在的引擎 我覺得是一個謎 一個謎是什麼呢 就是究竟它現在 裝備的 是繼續用AL31F 有人傳言說 接下來 如果J15有B級的話 會不會裝備 此量引擎 這個呢 我們都未知 這些未知 我們不討論 但是如果 有據傳 J15 接下來要上 國產的引擎 原來他們有一個 是專門為他們做過 是 叫做Warsen-10H Warsen-10H 是專門為他們做 大家都明白 因為海軍用的引擎 和陸機的飛機一定有些不同 即是無論是耐性的程度 主要是 抗腐蝕 那些 濕度等等 都是不同的 處理 那麼 J15 B型 我們又說回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報道 就是說 2017年開始報道 他們說 有B型這架東西的 那麼 B型是率先會裝備 這個 山東號 因為山東號比較新 那麼 新艦配新飛機 遼寧號仍然是舊款 115A 之後會慢慢換裝 據說 115B 除了國產引擎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塗裝有些不一樣 以及 前面的雷達 換了ISAR雷達 是 它換了ISAR雷達 是 起碼 看齊對家 超級大黃蜂 都換了很久了 但是我們就相當不看好 這個ISAR雷達 因為它應該 那一句 設計應該都還可以 但是那個後期配套 做不到 應該我供電量 應該不太能夠處理 引擎和油料的問題 你引擎出力 如果不是太夠的話 你本身的雷達供率就不夠了 因為你還有其他系統 那你油料不夠 就是你的油本身 其實都不夠了 那更加 供給雷達 那些就更加不太夠 這件事沒有消息 所以我們都很難去揣測 但是它的確是換了ISAR 這是真的 國內的關於電子 這些 武器的電子化這方面 近幾年的確發展很快 這個也是不可以否認的 是 它的電子化 所以它現在引申了一部 殲-15D的戰機 殲-15D的戰機 是一個後繼機型 這個類似是 一個電子機 類似是 美軍那邊的EA-18G 我們多說一點 就是起降的限制 起降限制 我主要先說起飛的問題 起飛的問題 我想對這部機 最嚴重的致命打擊 就是這部機第一號重 殲-15D很重 它真是一部重型戰鬥機 原因是它超重 非常重 那麼它重到怎樣呢 它重是挨著19噸 理論上 蘇沙阿三是重它一點 蘇沙阿三應該是19噸半 我沒有記錯 而殲-15D就大概偷輕了 即它中間 它的研究 大概偷輕一噸 在印象中 它是18噸多 應該是小於10噸少少 你預計 剛剛給蘇沙阿三小一噸 有少少進步 但是呢 在全世界的藍醉機來說 都是超重的 現在它對應到 那個EA-18 大概是16噸多 17噸左右 其實都重的 但是少兩噸就少兩噸 那兩噸 做其他東西 就多了很多 我覺得重量 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除了重量的問題 是你沒有彈射器的最大的問題